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生活的情境 它是很多元的装置艺术 这上面的陶山是 就是说里面有一些光 好像生命的曙光一样 呈现整个结合它的一面 这次艺术的创作 它结合了很多美彩 它除了我们熟悉的油画 做牡丹 此外它也用了一些陶土 另外它也有装置 而且还有影像 还有这个声音 那么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附格 这件作品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压克力的这个方盒子里面 其实我都可以看到 它用各种附格梅材 其中一个陶土 我说的这种抢山水 就这种地乡 那么它也很用心的 用做了这个影像 从地面上往上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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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些音乐的思维 那么在这件作品里头 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音乐思维 叶芳自己会弹琴 他也会弹钢琴 也会弹古琴 事实上他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心灵 他也把它转化到他的造型艺术作品上来 我用这个影像的方式呈现我自己的筑画像 那么他是 就是说在不同的年税里头就可以 就是说一年一年他有很多的内涵 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作品是从2012年到2015年 2014年 这整四个阶段 所以他每一个每一个年份的内容 是用成的这个元素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现在是发现这件作品 其实可能是呈现出一个他的创作力 所以这可能会放掉周围一些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过来 这边可以看到他不同年代的作品呈现状 那送给先生哦 生命荣言 你在听我的生命荣言前面加 很往心来的四个字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下 伴古的荣言或者出风波的荣言 它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风景都不一样 就是有生命的节奏 所以这个整个的呈现就是把生命的曲线做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思维到就是说千年以来一直到永恒 都有这么美好的生命过程或荣言 那么为了这件作品这个业方也吃了多少苦 就是说本来他也可以就是用口音在这个地下的这个 平台上面可以做好 那么他其实就很喜欢这种一个碗的意象 所以他又做了一个亚克利的这个大碗 来向着这个一个碗所承载的这个 就算很渺小的一滴水 就是那么一个物品渺小的一滴水 充满了生命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所以他也为了这样子 他讲究了很多技术 去当这件作品可以去发展 这个音乐是结合音乐家许伯云老师 他的作品是作品名称是天缘 天上的天缘如此的缘 就是缘年的缘 那他这个意境就是我一边做一边感受 觉得我们平常讲生命容颜 但是他这个其实 整个结合起来就象征着宇宙的容颜 宇宙也是那么那么的倉管 辽阔 人数那么渺小 就是把那个感受整个实现出来 谢谢 我的理解 好 我想天缘那个缘啊 有个企业的意思在里面 the origin of life 生命的企业 一个异味 所以其实我觉得 徐老师这件作品 刚好跟叶芳的作品有一种呼应 就是要回归到生命的旗币 好 那么一滴水 他这样渺小 但是他可以让生命活到死亡 我想解说是一个咱们过程的一个必要啊 但事实上这些作品真正的的美感应该都是在各位先进导演时间单独的在这边继续体会的时候可以得到更深刻的完成的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